- 到底這個1500是指的是什麼呢? 馬韻文講說1500就是萬 然後他還在三立他們自己本身的節目 他就說1500萬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篤定 上個禮拜天 上禮拜天喔 知道的時候好像自己挖到一個很大的新聞 這個消息來源我200%的信任程度 然後這一條線我經營了 這一條檢調的線至少七年時間 那個人告訴我之後 我有去跟不同的人進行查核 這上禮拜天是積壓之前耶 積壓之前難道檢調就已經有人泄滅給媒體了嗎? 那還有呢就代表說他還去不同的查核 是不是泄滅的人不只一個人 那網路上面網友就在諷刺喔 就說三立主播訪問三立記者 難道就是傳說中的一條龍嗎? 所以這個事情看起來的確 就像是大家定調講的 難道綠媒親口承認檢方洩密嗎? 針對150的事情 雖然我們可能認為說是週刊的放話爆料 不知道太多討論 但是你們會透過預見 去跟柯主席確認一下150這個訊息 可能是時間或是任何的其他問題嗎? 是... 怎麼回去做這樣的事? 這是犯法的事情耶 你怎麼會提出一個問題 問我說我會不會透過律師 去跟柯文哲主席確認1500是什麼? 因為主要是因為 這個是犯法的事情 請容我再提醒一次 這個是犯法的事情 這個是屬於偵查當中的事項 這種偵查當中的事項 怎麼可以想要透過律師 去跟當事人有任何的意見交換 那這樣子的話 不是要限律師於泄密的風險 然後要限主席於不義 連這個基本的事實都還沒有建立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說 已經有人擺明了 在做違法的事情 而我們的檢調卻依然在沉睡 因為在做違法的事情的 正是配合檢調 在一起做政治以及媒體上面的操作 攻擊克文哲主席的 這才是最嚴重的問題 我真的要拜託所有的媒體好朋友 大家真的要有這樣一個重要的基本概念 這是一個犯法的事情 跟佩奇說 就是簡聯登門當天 主席因為在洗手間 所以沒有辦法及時開門 然後剛才王定宇就說 這個他取諧音說 是台灣的曼德拉 把涉及貪污圖利的弊案的司法案件 比迷為黑白種族隔離 為了人權抗爭的曼德拉 是不倫不類 加上柯文哲的另一半 陳佩奇醫師呢 還講出說 那一天會阻撓搜查 是慢了一個小時 是因為上大號 那因為這樣被壓 他覺得很冤枉 我坦白講 光柯文哲那一天 檢調依法拿到收手票 要搜索的時候 拖了一個小時才開門 民眾黨的發言人說 他是睡覺 沒有聽到 現在怎麼變成上大號洗澡 拖了一個小時 前後理由已經都不攏 一個重案被告會被積壓 法院依照證據證實 特觀的要件來做考量 硬要牽托到 因為上大號太久 因為慢得拉 還是拉得慢 所以導致被壓 坦白講 一般民眾難以相信 我只是不曉得 民眾黨的支持者 能接受這個說法嗎 那你覺得他這樣子的比喻 其實我覺得 王定宇委員 去做一種不入流的評論 真的沒有什麼回應的必要 就好像我在回應王定宇在講的事情 我也不會稱呼 他是王八千 因為這種不入流的評論 真的沒有什麼 真的沒有什麼回應的必要 民進黨團非常嚴正的呼籲 對於司法機關 請確保犯罪嫌疑人的人權 必須堅守偵查不公開的原則 以及讓證據說話 勿受外界各種力量的不當干擾 務必要焊守獨立公正辦案的原則 而對於民眾黨的支持者 其實我們也能夠去理解民眾黨的支持者 此時此刻的心情 但是我們要很清楚的來說明 相信柯文哲跟相信司法 這兩件事情不應當是二元論 不應當一分為二 在最終的審判還沒終結之前 當然民眾黨的支持者可以選擇相信柯文哲 但是也必須相信台灣非常完備的司法偵查的制度 所以這不是柯粉跟柯黑的對決 絕對不應當淪為政治勢力的角力 所以我們看到昨天民眾黨的動員 未來他們非常可能去啟動全台的開獎 但我們真的希望大家理性 大家讓證據說話 柯文哲所涉入的案件 所有偵辦的核心都應當回到證據 而不是政治 所以民眾黨人現在要做的是 找出任何有利於柯文哲 他未涉案的證據 而不是完全跳脫一個簡便工坊以外 直接訴諸於社會的對立 民眾黨採取的全台開獎 那他們訴諸於民粹 很清楚的這是一個政治的操作 他們要用這樣子的全台開獎 來凝聚所謂鋼鐵小草的支持力量 也就是他們確實擔心 因為柯文哲涉入弊案 那圖利的罪證也越來越清晰 但是在開獎的過程 是不是不當地去釋放了很多過當的影響司法 干預司法的言論 甚至是過度激情地去激化社會的對立 都不利於國人對於司法公信公正的爭辦 我想這樣子的帶風向這樣的政治操作 讓他單純地進入一個不看證據 只看顏色 把它淪為一個顆粉跟顆黑的對決場域 這真的對於台灣的法治社會非常不健康 呼籲民眾黨人 他們不要用錯了力氣 也不要畫錯了重點 我們非常嚴肅地呼籲 政治立場可以不同 但是面對司法的態度 應當要一致 台灣是成熟穩健的民主法治國家 這個部分請大家能夠持續來捍衛我們的司法獨立 當然也不樂見 單一個案 影響了未來立法院新會期的很多議案的推動 藍白不要因為單一的個案 而密不通風的綁在一起 採取對於未來福國立民的各項預算案 法案 採取杯葛的立場 這不利於我們推動國家進步 台灣前進的所有的議案 這不及適合這個議案 那你對這方面的推動 只會對抗給你 好 如果你去抗給你 這就好 一定會對抗給你 最好